我跟你們講 比方講這個出來 我說身體去壓手 是不是這樣子 身體怎麼壓手 不是這樣去壓手啊 這樣子他沒有壓到手啊 手的方向是朝那邊 你的身體要去給手 身體去壓手 你的腰是往這走的 是不是這樣 腰是這樣走 這個力量才有出來嘛 接下來一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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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腰給的方向就變了 本來腰壓手的方向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這樣子 本來是這樣 本來是這樣子的 我一翻的時候你看 變成這樣子 從這個腰從這裡 變成這裡 還是身體去壓手 看不懂 這拳裡面 我們從這邊 這是正的 這是上往下的貼住 這個貼住 所以是上往下壓 這是上往下壓 起來這邊 這邊一緊 這邊一緊 一鈴 一鈴是這個樣子 起來正的 這邊過來還是一樣 你身體要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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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壓進去 身體去壓手 不是手的力量 不是手的力量 這個也是一樣 只是方向 比較難 是不是也是一樣 你要身體去壓手 看不懂 身體 身體跟手的關係 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